偷钱偷到了神明的身上 在龙门安良庙传出的虎爷的发财金招偷 而且一连被偷了三次 从监视器的画面看来 下手的小偷是同一人 警方第一时间也抓到了嫌犯 画面当中这名小偷 趁着庙里四下无人之计 弯腰往供奉在地面上的虎爷探去 随后手一伸 掏捞了半天 掏出了一叠红包 抽出了现金人就离开 看来一副熟门熟辱的模样 庙方得知之后已经报警 但对外十分低调 一名庙方人员说 连神明的钱都敢偷 对他本身很不好 村长洪瑞达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被偷钱了 但他们还是没办法理清 对方是来偷钱还是一时即用 而还是透过拔杯的方式求得虎爷的饮准 但他自己本身是安良庙的法师长 可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就跟我说他的感情就是我偷的 对啊 两次嘛 对啊 但是就是说 没听到人有三不变 他如果说 信价神明说 我说我来带着发财金 我两天都会问你 是啊 是啊 他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什么 说要去幸福福 我是因为说 人类有大量的信 我们就 很快没听到 他这种必须要提 有可能他有可能 警方接获报案之后 透过监视器就锁定了人 也在第一时间破案 逮到嫌犯 安良庙是龙门社区主要的信仰中心 但出入人多以当地信仰为主 加上村落不大 是不是当地人一眼便知 这次传出的虎爷发财金被偷 也让庙方是非常的惊讶 记者 陈荣誉报道 晚安 感谢观看